子宫肌瘤一般长在哪个位置? 何菊仙,西北妇女儿童医院,妇科,主任医师 子宫肌瘤是子宫平滑稽异常增生 在子宫内有平滑稽的地方都可能会生长子宫肌瘤 往往子宫肌瘤比如向外生长,它可以生长在僵膜下 那么再向外生长,可能还会突出僵膜下 包括我们扩人带一些子宫肌瘤 那这一部分肌瘤在临床上也会出现一些压迫的症状 多数向外生长的,它在比较小的时候没有临床症状 那么子宫肌瘤生长的部位也可以生长在粘膜下 粘膜下的子宫肌瘤,我们说腔里面的子宫肌瘤 它往往会出现一些月经的改变,月经量的一些增多 子宫肌瘤根据这个部位还可以生长在子宫肌壁间 这种子宫肌壁间生长的肌瘤在临床上是最常见的类型 专家提示,一,子宫肌瘤是子宫平滑肌异常风生 在子宫内有平滑肌的地方都可能会生长子宫肌瘤 二,子宫肌瘤向外生长,可以生长在僵膜下 可能还会突出僵膜下,包括阔韧带一些子宫肌瘤,会造成压迫 三,子宫肌瘤生长的部位也可以在粘膜下 粘膜下的子宫肌瘤往往会出现月经的改变 感谢观看